好多人不懂红薯叶是怎么种的 就这样挖个洞 然后放进去盖起来就行了 这样子是挺好的 这个玉米一收了 然后马上就有红薯叶了 就不会浪费资源 也不会浪费我们的这些地方 嗨大家好 今天我们要种红薯叶了 后面那个是我姑姑 今天种这些红薯叶 就是可以用来喂猪 也可以 长红薯了 可以吃红薯 这些红薯叶是什么时候用的 这些红薯叶 红薯叶有猪吗 红薯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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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爸抱着干啥的 打起来呀 现在这些人的生活提高了 反而喜欢吃红薯叶 之前我们的红薯叶呢 都是用来喂猪的 或者是喂牛 喂一些畜生之类的 现在就不同了 现在浑身都是饱啊 听说它的什么营养 或者是什么东西 也是特别的不同 所以比一般的菜呢 还要好吃 我姑姑说了 它的维生素比较高 那个红薯呢 红薯呢 也有那个淀粉 淀粉也挺高的 你可以在百度搜索一下 这种也叫高脚木耳 它的高脚 这个脚比较高 就叫高脚 这个叫木耳 叫高脚木耳 就这样子 像个耳朵一样 看到没有 阿姑娘呢 包装饿了吗 我没饿了 摘到吗 哎呦 亮哦 哎呀 漂亮哦 哦 这些百香果啊 这个泡是考虑的泡 是啊 考虑的泡 哎 哦 没够熟的 香了一样 这样就不得了 嗯 还吃不了 哎呦 好咸的哦 这种是极香的 这叫紫香 哎 这叫紫香 百香果 啊 那顾今年的药 什么药 应该冷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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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有 有 宾方个番范 对 快 有 宾方个娘 嗯 我没小过 嗯 哎 我没小过 宾方都没难过来呀 嗯 嗯 哎 要救救我呢 哎 哎 哪一方都无所谓的 就是想找个媳妇给他的儿子 也看一下有谁喜欢的话 到时候跟光哥联系一下 他家两个儿子都搞好那个房子了 房子搞得挺高的 四成半 两栋 两栋 记得是两栋 一个儿子就一栋 你看每天都这么心情 这是为了儿子 为了 在农村这样的 我们就是一定要做好点 人家就会另眼相看你 如果你不努力 种东西要不好 是吧 种那个玉米要被虫咬 种东西要不好 百香狗要不长 那人家会小看你的窝 人家会另眼相看你的窝 是不同的窝 所以我们在农村的 就是很努力的 基本上都是很努力的 如果我们尽力了努力了 然后你还是赚不了钱 还是做不了那个自己理想的工作 那就是我们的努力还不够 还要多加努力 对不对 这个叫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这一点点地方 玉米啊 甘蔗呢 百香果啊 红薯叶啊 都有 是吧 欢迎大家 如果你喜欢哪一个品种的话 到时候可以过来 官哥可以介绍介绍给你看 或者在你家里 那这些农作物呢 在我们南方呢 是比较适合种的 但是在北方的话就不行了 因为北方的天气不同 就像我们 在北方里边的那些苹果 来到我们这边也是种不活的 我姑的这种生活的态度 明天的向往 是我们学习的榜样 刘调 雅